曲目为直终碧弯 养狼荡犬看迦南 莫染炉瓷黑不久 粉刷乌鸦白不鲜 蜜溅黄连终虚苦 强债瓜果不能甜 好事总得善人做 哪有凡人做神仙 说这么几句定常识 咱们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 明朝正德七年 陕西蓝田 住着这么一点人家 姓王 这老爷子早年间还做过官 岁数大了就回家了 老两口子一辈子是俩孩子 没有闺女俩儿子 大儿子叫王爵 二儿子叫王鹿 绝鹿的意思 老头当过官 念及皇家绝鹿之恩 两孩子也逐渐都长大了 也都娶了媳妇 也分别生下一个儿子来 大儿子家 这小子起个名 叫王文 这是王爵的儿子 王鹿的儿子起名 叫王雨 这道好记 这一家的爵鹿文武 在家待着 王爵一天到晚 好念个书 是本地有名的秀才 一肚子文章 操持家务 王鹿 聪明 一天到晚 做个买买 谈个生意 是把好手 平时没事 王爵在家 王鹿出去做买买 由南到北 由东到西 什么都干 生意可是越做越大 到后来卖盐 各位 在当初来说能卖盐 那可了不起 那可能是天下最挣钱的生意了 因为盐和铁都是国家控制 私人要想从中分一奔更 那可不容易 那王鹿很聪明 上下打点认识了很多的人 终于能做盐物生意 他跑的是山东一带 带着两个得力称心的小伙计 奴随主姓也得姓王 一个起名叫王恩 一个起名叫王义 在山东地带 这个生意做得是越来越好 过去有这么句话说的对 保暖私音域 离开家时间也长了 而且呢 又是生意场上往来 再加上确实是有钱 王鹿 闲不住 白天忙完了生意往这一坐 把自个人家小伙计叫到跟前来 一个是王恩 一个是王义 说这个 你们哥俩给我出一主意 爷 您说出什么主意 天天这么忙活着 咱们可是挣钱了 这是不假 是吧 可我一样 咱们可得会活上 得对自个好 你这一天到晚的乎累的 咱们得解解乏呀 是 爷您说的太对了 您说的怎么解法 你看 别问我呀 嗯 你们俩人说 看看你们俩人 谁能说的我心说的 这哥哥 你瞧我瞧你 王恩乐 爷 那咱 买点好酒好菜 喝回来 这一天到晚的老喝酒 有点什么意思 再想 王义说 那 那 跟你块 下棋 那叫什么玩法 啊 从小 俩人 你看我 我看你 扑车乐了 要这么着 爷 给您 找两个粉头来吧 什么是粉头呢 就找两个妓女 当时来说 这个很普遍 一说这个 王露乐了 哈哈哈哈 好小子 聪明 懂事 找去吧 哎 你想啊 这有了钱 说想找几个美女 那还叫事吗 撒出人家 这么一问 当地有这么几家不错的妓院 挑来拽去 挑出这么俩姑娘了 带到住处 让王露看看 您瞧瞧 这俩 是我们给您挑来的 我看看 我看看 这一瞧 漂亮 年纪在 十八九岁 个头是不高不矮 不胖不瘦 皮肤很白皙 五官很端正 往这一站 满脸带笑 乐得跟药咬人似的 您就是那个王的财政 王的爷 早就听人说了 我们这有一位陕西来的大客商 这是没服瞧见 没想到今天 我们祖上基德 在这遇见您了 你们今儿俩好好伺候伺候您吧 王露一瞧 太好了 这两个这是仙女下凡 这是七仙女 这是六仙女 和女皇大弟这俩闺女都闺着她了 好 留下吧 留下 长年的把这两个人就包下来了 你说一年多少钱 给人寄院钱 这俩不回去了 剪天跟人在一块 喝 高兴 白天该干嘛干嘛 出去挣钱做生意 晚上回来 跟这俩基敏在一块 一喝酒一聊天 这俩人会的还多呢 他为您跳个舞 唱个歌 乐器也行 吹个笛子 来个冻销 给您唱一块板 什么都会吧 把这个王露迷了一个舞迷三道 喜欢的都不得了 俩心里爱 一天两天不闲 时间长了呢 王恩跟王毅啊 哥俩瞧着眼蝉 瞧见吗 嗯 做买买啊 做到咱们爷这份上 就算是这样的 咱们终归是奴才啊 啊 什么时候咱们也跟咱们爷似的 也能这样花天酒地 只醉金泥 这辈子没白活 啊 王露是生意人 那个多精啊 拔根眼睫毛都能当哨吹 那都空心的 一瞧这俩小子脸上就知道 啊 来来 过来过来 爷您有什么事 俩小子馋了是不是 瞧瞧我这 你们哎呦不敢 不敢 爷您说的 我们这侧候的没有别的 哎 也对 一天到晚的累成这样了 啊 嗯 抱歉呢 我给你们俩爷爷爷找一个 哗 爷您说是真的 那错不了 哈哈哈哈 我给找去 那还不好找吗 家里有俩现成呢 啊 跟这俩一说 你们这儿还有好的没有 说您什么意思 啊 呃 我们这儿啊 还有俩伙计 小哥大也不赖 啊 你还认识 王根王异 给他们俩一人找一个吧 没问题 大夫人回去 到妓院里边 又找了两个姑娘来 他说这个给王根 这个给王毅 呦 哥俩感激坏了 哎呀 我谢您吧 爷您对我们俩天高地厚啊 太好了 这你还想着我们呢啊 得了 以后我们尽心尽力的伺候您啊 过了有这么一个来月 这王禄 跟王跟王毅商了 咱商点事 爷您说什么事 我见天 我老跟他们俩在一块睡觉 有点厌倦 啊 你看你们这儿不是也有一个吗 咱就 还换换 穿活穿活给你们 这俩是奴才能说别那么何爷 您看 您要愿意怎么都成 好好好 那那个这样啊 把这这四个啊 今天晚上都归我 您不说换换吗 是换我这来 那不换出来 还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这四个都归了王禄 您想啊 一天到晚的这么酒色沉沦 慢说是人大象也受不了 有这么几个月的功夫 王禄这身体可就迅速的垮下来了 自己也知道 可能是跟这个沉溺于酒色有关系 但是说 这也不是马上就能改得了的 只不过是略有收敛 但是身体可是越来越不好 找大夫瞧吧 有的事前 把大夫请来 大夫您看看 这是我们家 爷 身体不成 大夫这一号卖 哎呀 身体是都楼头了 这个人啊 这人都异性了 开药吧 大补 人家这一开药 补品有什么有什么 您可记住了 中医是最讲的这个 用什么药来补 用什么食材来补 但是不能瞎补 说这个人身好 一切来三十斤 那谁吃也受不了 可是这位王二爷王禄 吃亏就吃亏在这儿了 怎么呢 我太有钱了 我趁这么多的钱 我得对自己好一些 我得好好的补 凡是人家开的药方子 他接过了一条啊 不成 我得加倍 他可能是怕我们舍不得花钱 我有钱 多花 这一多花可就换了 什么东西 他都翻着被子来 什么叫人身呢 哪叫鹿绒啊 东虫下草啊 翻着被子这么吃 那个身子骨已经都楼成 那样了 在这么猛烈的一补 说什么也不成了 身体不但不好 而且是越来越差劲 连着这么三个来月 人呐对自己啊 都是有了解的 自己就知道不成了 越来越坏 如果说要是照这样发展 非得出事不可 哎 叹了口气 必自己后悔 你说是家里边父母也在 哥哥也在 两家的儿子都还不大 十几岁的孩子 我自己在外边挣点钱 我不该这么胡作非为 而且说到现在 自己心里明镜一样 估计是活不了了 可是怎么办 在外边做生理 存了这么多的钱 这个钱怎么办 自己的后事是又当如何 想到这儿心里难过 哎 叹了口气 强挣扎着 把王恩叫过来了 哎呀 你过来 爷您说 我呀 估计够呛 哎呦爷您可别这么说 没事咱们还找大夫呢 找谁呀 也没用 我自己呀 了解我自己 恐怕 我是活着 回不了陕西 哎呦爷您别说这 我这跟你 我这心里不是字 别难过 人活百岁 终有一死 我知道我这是做的 酒色 逃空了身体 你呀 回一趟陕西 回去之后 跟家里说一声 看看无论是谁 来一趟 到山东来 把我的死尸 运回去 另外 我要交代交代 跟他们说 早来一步能见面 晚来一步 见面难 哎 爷您 我去我去 我留着王毅这儿 侧候着您 王毅 带着四个妓女 孙候 王毅 归着东西 背着一个小包 往陕西赶 这一路上啊 王毅就恨不得 肩膀头上 长出翅膀来 才好呢 一步就得到家呀 长途爬设 终于回到了 陕西蓝天 来的老王 王毅一琢磨这个事 跟谁说 得跟大爷说 怎么呢 老爷子不能说 老头老太太 岁数都大了 你一说这个 他一着急 疼儿心切 真要说 有个好喝胆的 那就雪上加霜 俩孩子还小 当家主事人 得跟大爷 王爵 说这个事 等着吧 大爷还没在 衙门里有点事 等着有这么 一个来钟头 王爵者才回来 一眼就瞧去了 你怎么回来了 哎呦 大爷 挺了不起的了 说着话 眼泪下来了 怎么了 好好说 坐着 喝口水 把水递他 大爷 跟您说 二爷那身子骨够脚的 身体不好 恐怕够脚 我这回来呀 让您赶紧去一趟 这个要不然的话 恐怕见不着面了 啊 有这么厉害 是厉害真的 不知道 他这个 都不行了 都搂了 这怎么话说的 伤人重力 轻离别 啊 你在外一年到头 这么跑生意 家里人惦记着 你不放心 盼望你平平安安 能回来 但谁知道 你在外边 哎 想到这心难过 到什么情况 到什么情况 我 我不好说 反正 你要去还能见着 要不然 见不着了 嗯 咱们这样 我呀 马上就走 收拾东西 即刻登城 我去 我去山东 啊 你稍微晚一会儿 你跟两位小主人 一块去 两位小主人 这是王爵的儿子 和王禄的儿子 啊 王禄的儿子 是正根 人家爹 并在外边 他得去 但是一个人又不成 啊 让这个 自己的儿子 也跟着他 俩人一块 你们呢 归着好了 跟家里边呢 拜一宿 明天走 俩孩子得准备准备 没出过远门 我 先走 有什么事 咱们再说 哎 行 我 我归着去 我跟大少爷 二少爷 俩人一块去 哎 好嘞 这说完了 王爵就收拾东西 安排好了一切 背上了快马一批 由大陕西出来 赶奔山东 这这一路上 心里就跟着了火似的 哎呦 一步到了才好呢 路上无书 这一天 来在了山东草州 直接的就找着这个客店 来到这一问 说山东客商王二爷 住在哪 伙计说 后跨院 整个后跨院 全包下来了 王二爷 常年包 您快去 啊 二爷这身体不成了 哎 爹爹创作 由打大门进来 赶奔后院 来到了后院 直接的到这屋 到门口 啊 一瞧 王毅在这 这出来倒水 哎呦 喂 大爷来了 啊 把喷哥那 先磕一头 大爷您来了 啊 我来了 一家二爷 在屋里 您快去 哎呀呀呀 买父亲来 一进门 大爷这眉目就拧一块 怎么呢 整当中的床上 躺着自个儿的兄弟 王禄 床的两边 分别 各有两个妇人 心里边就知道 我明白了 倒霉就倒霉 这四个人身上 要没他们 我兄弟不至于 这是九色 逃空了身体 往前来 这四个女的 不是怎么回事 赶紧站起来往边躲 走到床头这儿 一看 王禄是勉强的 睁开了眼 这个脸色啊 腊渣黄 哎呀 眼睛连神都没有 往里边抠抠着 腮帮子都坐进去了 这都陷了死下了 哥哥 哎呦 兄弟 拿手一拉兄弟的手 眼泪下来 亲兄弟 这是 兄弟 你怎么这样了 咱家走 哥哥弄你回去 哎呀 哥呀 我回不去 我自己知道 我这新日子 我就是强挣扎 等着你们来 我有事啊 得跟你交代一下 兄弟 你说吧 哎呀 我出外经商 这么些年呢 是挣了点钱 但这次 活着回不了家了 家里 上有父母 下有孩子 哥哥 可都托付您了 我把这银子呀 都分出来了 有一千两文银呢 是单独包好了的 给咱爹娘 养老的钱 以后啊 您就多费心了 还有三千两 我分成两份 一千五百两亿一个包 是两个包 给我儿子 还有您儿子 是一人一份 别的呢 还有这么 五百来两三岁银子 还有几件 金银的首饰 都搁边上 哥哥您就带着 以后家里边上了下下 就全靠您了 爹娘面前 替兄弟我磕个头 我不孝顺了 哥 交代完了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哎呀 兄弟 我的兄弟 这儿哭 找大夫 还得找大夫 大伙说 这没法找大夫了 跟前大夫都找差不多了 能来的都来了 有的大夫都来两遍了 也不成 难道说 这亲眼瞧着他都死了吗 人家说 人家说这脉象 已经见了绝症了 哎呀 兄弟 我的兄弟 这儿哭 赶等到了晚上 现在中点说 夜里十一点来钟 这王磊 有出气 没有进的气 眼睛睁着 到最后 就这一口气 吐出来了 应了那句话 人死如灯灭 王二爷 王磊 死在了 山东 草州 哭吧 大哥事 真哭 发自肺腑 亲兄弟 义乃同胖 能够哭吗 哭 王毅也哭 心腹的家丁 打小就跟着二爷 这儿没有了 真难过 这四个父道 也跟着掉几个 哀而不伤的眼泪 哀而不伤 他跟他有什么感情 人家跟他这是做买门 这无非是一客户死了 出于这个职业的角度 就陪着哭两声 就得了 反正哭一半 闹这么一起 连这个店里的展柜的 伙计 大伙也都进来 劝劝办 劝了劝 最后把大爷掺起来了 所以你看这个 哭也没用了 黄泉路上 吴老少 没有别的 您呢 急哀 看看怎么着 在二冬的这死尸 如何处理 哎 好 王爷擦点泪 那个谁啊 王毅啊 嘿 这爷 去大大的棺木 扮上这么一口 一定要要最好的 准备成练他的失灵 然后咱们 顾车 把他拉回老家 入土为安 哎 是是是是 这儿冲过去 有钱好办事 你要说这儿死一人 兜了没钱 这要命了 想找谁 奢一口棺材 要一口棺材 难了 人还得说便宜话 兜了没钱 就敢死人 倒是太大了 但是你要有钱拿成了 出去吧 找最好的棺材铺 买最好的材料 大大的棺木 人家给送来了 啊 台一直台到屋里边 搁的正当中 把棺材架好了 入炼 大爷左右瞧瞧 入炼是把死人装棺材 这算是一个学术的名词 这叫入炼 拿手一指 这四个付到人家 说这四个怎么没走呢 啊 当初许人家 给多少钱 但是因为后来 王二爷不是病倒了吗 还欠点账 没结清 所以人没走 大爷说这样吧 嗯 王毅 爷 你带这四个父子 人家到旁边去 啊 旁边那个屋待一会儿 是因为 你家二爷死的时辰 不对 恐怕 冲撞三光 况且 父道 不适宜在旁边看着 你带他们到旁边那个屋去 咱们待会儿再算账 哎 王毅领着四个计 女厨就上旁边那屋等着 这屋里边给二爷换衣服 都换好了 吩咐人来啊 搭进去 把死尸搭在棺子里边 啊 又让人呢 该怎么准备 该怎么安排 都弄完了 把棺子盖都卸好了 喊他们进来吧 把人都叫进来了 一般这四个女的还差多少钱 说好了 把钱拿出来 给他们集了账 你们走 闲人打发干净了 桌子上有这么一个匣子 大爷说 这里边装着五两银子 在这里边了 另外还有八十来两伞的 还有几件金银细软 这些东西都带在随身的路套里边 准备好了之后 明日清晨 雇一辆车 咱们拉着二爷的死尸 返回陕西 王毅说行 我们都听您的 您是主人 可是一转身 王毅说这不对 大爷 二爷交代有好几千辆银子 这银子 哪儿去了 金骨奇观 接眼前文 赏文书讲道 二爷王路 死在了山洞草州 死尸入了链 都装完棺材了 驾订王毅 问大爷王爵 不对 二爷有好几千辆银子 怎么不见了呢 大爷乐了 山高路远 自有妙处安排 到家中便知 听到这儿 点了点头 成 我听您的 好 现在天已经晚了 明日清晨 你去找一个干大车的来 跟他谈一谈价 看看多少钱 如果订妥了 咱们就走 成了 睡觉吧 晚上睡觉 清晨起来 王毅先出去雇车去 单有这个 雇车的地方 到这儿一瞧 好些个车 还有这把势 都在这儿 王毅来到这儿 东瞧瞧 去看看 一瞧 这儿有一个大车 挺好 车也大 收拾得也干净 而且来说 牲口也挺漂亮的 旁边站这车把势 一米八左右的个头 大脸蛋子 大腮帮子 拧着眉 瞪着眼 太阳穴鼓着 腮帮子 弄着 抱着肩板 一瞧 这个人有力气 心里挺高兴 车也宽敞 因为你这个 不光是拉人拉货 关键这里有棺材 而且这趟路可不进 一定得找款式的车 想到这儿 走到跟前来 打个招呼 我说 伙计 这就是一回头 哎 怎么着可以 你这车 跑远道不跑 跑啊 哪都去 这要给钱 哪都成 妥了 顾你这车 又打这走 问陕西 你看看 多少钱 哗 碰一肥活 啊 有点草州 跟陕西 陕西什么地 陕西蓝天 嗯 这趟不进 啊 您给 五两银子吧 好 这五两 太多了 啊 好 那您说 您说给多少 给你三两银子 三两银子 成 是拉货 是拉什么呀 哎 我们家主人哪 病死了 班师 还乡 拉棺材 啊 棺材啊 您给拔两巴 怎么又涨了 废话 你这个 你不是拉一般的货 你说拉白菜 拉什么东西 拉萝卜 这都好办 拉死人哪 我这车会去 是不是 你这个以后 我们再 再顾不好弄了 你看 你刚说好了 别紧紧的 您回去手吧 俩人这儿矫情 报便是买主了 贺彩是闲人 那么到最后呢 还说的是五两银子 啊 成了成了成了 那得了 那就 顾您这车了 哎 那驼了 我这贵姓啊 我姓李 我叫李虎 老虎的虎 哎 老虎的虎 嗯 那走吧 走 把车顺过来 啊 赶奔电房 来到这儿进来 跟大爷说 车过来了 哦 怎么样 挺好 那 说了 五两银子 啊 行行行 无所谓的事 成 那找人吧 啊 这儿冲了一桥的车 还挺款式 找了一帮伙计们 大伙一块 把这棺材 运到车上去 两边 该塞的塞 该垫的垫 拿绳子都拴好了 来住了 啊 要盖上一床啊 很厚的棉被 这弄得了 为什么呢 倒远 你棺材都虽说是死人吧 也不能出任何事故 这儿都安顿好了 弄妥了 跟客店的老板 打了招呼 倒了气 跟伙计们告了别 因为这位王爷 跟这儿住的时间长 人家照顾的都不赖 跟大伙打个招呼 说我们走了 天麻烦了 伙计们还恋恋不舍 你看这事闹着 得嘞 您给家带好 大爷这儿重来 跟着棺材车 往家里走 这一路之上 咱得这么说 挺不容易 车把是挣着几辆银子 挺辛苦 山高路远 那个年头 哪有这个博游的马路 坑坑洼洼 湿着嘴 这儿一大坑 那儿一大坑 不好走 一天走不了多少 就这一天的功夫 才走了几十里地 落脚这个地方叫开河 是一个镇点 天也黑了 说爷爷咱们是打尖吧 还是住个殿呢 是怎么着呢 大爷说咱们住殿 别走了 因为什么呢 首先说 他也不是那个受罪的人 在家里边念个书啊 没事 牙门口帮个忙啊 出了进去的 终归还算是个文人 你让他一天到晚的 跟着这么跑步颠颠 受不了 这两天就累得够桥子了 今天道上这通顶顶 连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咱们住殿吧 好呗 住殿 找吧 得找那个大殿房 因为什么 有钱呢 有钱就得舒服一些 不能对自己太愧愈 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客店 一瞧来了 大客人了 掌柜都迎出来了 四十来岁 一看很精明 就是一个买卖人 哎呦 胡大爷来了 哎呀 这是哪阵相风啊 把您吹来了 您住在我们这 小店是蓬毕生辉 快离别行 离别行 生口歇了 牵后腕去 赶紧 接着铺个卷 拿着东西 帮着抱着匣子 很客气 我你们过来跟着一块 王爵 头里走 掌柜就跟着 就往里面去 准知得得要最好的这个房子 来到这 你推门 您看看 不错吧 干干干干干的 咋没这 文字不丁 臭臭不咬 有个子往别人家跑 看着想吃什么 什么都有 上当酒席 烧黄二酒 您想吃什么有什么 只能伺候您顺心 舒服 人们都是生意化 这安排着 后边那就跟人卸车 棺材也不能动 这玩意没有说住店吧 棺材搭下来 搁屋里没有 还在车上 找了一个 有顶棚的地方 后院的大天棚 把车顺在这 把牲口卸下来 喂水 喂草 牲口跟地上打着滚 剪下阀 这把应用之物往里边拿 伙计们也帮着拿 王毅也拿 但王毅拿 拿轻生的东西 入套 装钱的东西 单有这么一个大匣子 里边装的是五百两银子 他在手里还拿着别的包 这匣子不得包 差点出了下去 赶车的李虎给接住了 我来我来我来 我帮着你 哎呦 谢谢 谢谢 抱着匣子往里边走 李虎就说 哇 不清声了 这都是银子吧 王毅点点头 对 当然是银子了 我们爷做买卖 挣钱 你看这话呀 分怎么说 你要跟好人说呀 没事 你就怕跟这心素不正的人说 这一书里边有钱 李虎的心里咯噔一下 都是银子 那得多少钱 哎呀 你说他怎么这么有钱 这些钱要是我的 那该多好 各位 老人们都教育孩子 出门在外 千万的别漏了白 什么叫别漏了白 就是别漏了钱 银子是白事的 公共场合人来人往 你这不管是险的也好 还是说花钱不足 一挖一套 偷出来了 都是钱 就有那歹人 小偷瞧见了 有钱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着 一瞧见了 行嘞 冲着下手吧 这就漏白 前两天我们演出 后台人也是 偷出两个钱来拿着 我来劝他们 别漏白 收起来 别漏气 让人笑话 今天一说 匣子里边装的是银子 李虎的心就咯噔一下 太好了 这可不赖 我得找一机会 把他弄走 心里想得非常好 那么说睡觉的时候 这个王毅跟李虎 在一个屋里 因为给他们就没有必要 单独一人在开间房了 在一个屋里 所有东西都堆在一块儿去了 按说装银子这匣子 应该放到王爷爷那屋去 但是呢 王爵太累了 就是一路上坐着车 就这通顶等 也实在是难受 烫了烫饺 吃点东西 喝了两杯酒 就觉得乏得红 早早的躺着就睡觉了 也没给我查点 说哪家搁哪屋了 哪家搁哪屋 就忘这茬了 王毅呢 也累了 喝酒 跟这李虎俩人 你背我一盏 你背我一盏 这一喝 也挺累 回的屋 早的半半 往床上一躺 睡着了 都睡觉 李虎可没睡觉 躺在那一直盯着匣子 那匣子就放在王毅的床头 有小棍 放在柜子上面 躺在那 翻过来 掉过去 想 如果说 我跟他一趟 跑到陕西 他给我 五两银子 按说是不少 单有一截 人不得外财 不驸马 不吃 夜料 不肥 他那里边好几百两银子了 什么时候我能挣这么些个钱呢 干脆 我连车都不要了 我那车呀 一两半银子买的 车我都不要了 半夜里边抱着匣子 我跑了吧 就想这事 呆了一会儿 听了听 桥楼上鼓打三更 再瞧王毅这呼噜 呼哈 呼哈 睡得得香啊 自个儿坐起来 看了看他心说 得嘞 发财的机会到了 悄悄的一掀背后 又打床上起来 把鞋穿上 腿带子扎好了 身上衣服穿得了 所有的扣盘都系好了 走到跟前来 就把这装银子这匣子 抱在怀里边 孽族遣宗 来在了门口这把门打开了 迈不出去回身 把门关好了 悄悄的 开了店房的门 出了门 是扬长而去 走了 得这一宿 没有人发现 清晨起来 王毅醒了 哎呀 睡得是真解乏呀 哎呀 嗯 一瞧那个床上 被窝掀着 没人 哦 他起得更早 大车的人 也不一天到晚呢 哎呦 哎 一瞧床头小柜上 哎呦 那匣子哪儿去了 蹬一下子坐下来 哎 这不对 这茬 我说 李虎 李虎 喊李虎 没人搭茬 屋里边四处一撒吗 连床底下都看了 找这匣子 没有 这小子跑了 不能啊 我看看车在不在 出门 蹬蹬蹬蹬蹬 奔后院 来点一看 心里踏实 这车还在这 牲口也在这 棺材都没动 那可能是 没事 没事 人干嘛去了 截手去了 截手都抱我的匣子 干嘛 闹不清楚 转身回来 到门口这 大爷王爵起了 盖在门口正四处张望 你拿下来 喊你半天 哎 爷 我没事 我后院看看去 怎么了 不是 我问你 装银子那匣子 在您的屋了吗 没有啊 昨天压根没往过 那不报 不在你那儿吗 哎呦 喂 这爷 闹贼了 怎么回事 不是 我一睁眼 李虎没了 赶大车的李虎没了 那匣子也没了 这小子偷了咱们吧 这一喊 连掌柜的 在火的 全都出来了 怎么回事 不是 不是怎么 就湿了道了 你们这 丢东西了 住里面丢东西了 怎么回事 哎呦 是 您说这事 对 那个什么丢了 我们一匣子 匣子 木头盒子 里面装的是银子 好几百两 没了 哦 哪去了 赶大车的 赶大车那小子 这给弄走了 他偷的 你看这事 住你们店里面丢东西了 啊 掌柜呢 你赔吧 我跟你说 这已经说的没道理 你要说您来 跟我们这儿丢东西了 我们是有责任 可我一姐 赶大车的这个人 是凝固的 是你带他来的 他偷了你 你不能怨我们 对不对 黄学一听 人家说的是有道理 你要说跟这儿住店 突然间丢了 我能怨人家 但现在来说 这不怪人家 这赶大车是我带来的 那怎么办呢 那不成 那丢了东西 咱们也得找啊 无不良银子呢 不成 打官司吧 打官司吧 去吧 打官司 去哪呢 上州里边 建这官呢 知州大人 那归着好的东西 连店老板一块 去吧 来到这儿了 来到衙门口 搬房子一说 各位辛苦辛苦辛苦 怎么着有事 我是陕西来的 我兄弟做生意 死在这儿 搬死尸回家 路过这个店 半夜里边 那车的偷了我 把他们这个 无不良银子 偷走了 来打官司 几位给支应一声 连门口这哥几个 还挺好 哟哟哟 您瞧 您来对了 您哪人 陕西人 那行了 那您这事错不了 怎么呢 我们老爷是陕西人 最念旧 一瞧那是陕西人 打心里边就高兴 你这事好办了 好吧 您说来回一声 哎 往里边去 跟支州大人一说 呦 陕西人 失了窃了 被人偷了 大人一听赶紧 赶紧升堂 哎呀 我老乡被人偷了 升堂 升堂 把王爵叫上来 所有人等都叫上堂来 这一问 姓什么叫什么 我姓王爵 王爵 哪人 陕西蓝天人 老爷乐 哎呀 我老爷家也住蓝天 你这事好 你搬一凳子 搬一凳子 哪的搬一凳子 坐那吧 详细的什么情有 讲了一遍 大人很生气 这岂有此理 来人哪 有 所以抓紧 抓紧 是 老爷这上哪抓去 对呀 老爷说这事啊 我说王爵 我很想帮助你 可要一几啊 这个贼人踪迹不见 我这上哪抓去 怎么办 跟这班头们 商量这个事 和这个 现如今有这么一个茬 你们呢 想想办法 看一看 这个贼 咱们怎么个地方 旁边过了一位 是这儿寻补房的 叫李彪 也是一补头 好呀 这个我跟你说 别着急 说好歹 也好歹 说不好贼 也不好贼 我怎么一说说 首先说好歹 这种呢 是赶大车的 你们先让所有的赶大车的这行里边 去找出去 凡是顾车的顾生活的 最起码他们同行之间有个窗户 这是七一 第二来说呢 就说我这不好贼 这个 问题是就说问出来了 他拿了这么些个银子 他说找一小地藏起来 还真不好问 所以说 立刻积拿归万 得拿了 得喝了点功夫去 慢慢的问 老爷一听啊 有道 因为在那个人头来说呀 想这个人 不容易 你想啊 地儿也大 人也少 而且来说那年头科学不发达 互相之间没法联系 全凭人在底来回去跑 信息不通畅 最后说这样吧 就让我们这个捕头 李彪 跟着你们一块 你要说愿意在这找一地住店 就等着他 就等 你要说 回陕西 你走你的 另外你愿意让他跟着你一块出去呢 也成 反正随身带着批布的文票 哪儿见着了 哪儿逮 你看这行不行 可以 多谢大老爷 哎呀 你别客气 咱们是老乡 我姥姥家就是你们家那人 捆面旧情 这安排好了 都说完了 开了相应的手续 李彪 从堂上下来 跟着大爷王爵 回客店 到客店这得商量这个事 说您说怎么办 查是肯定得查 但是呢 得耽误些日子 而且来说呢 您还不能太着急 我也愿意说 当天就破案 但是 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王爵说 我知道 我知道 反正您多费心吧 是不是 应用什么银子呀 缺点什么事 您就说 一切都我出 这是我应该的 这都安排好了之后 最后商量着 每天呢 还是往前走 别耽误 为什么呢 你终归死尸在车上 你路上隔半年就烂了 还得往家的方向走 但是 没有必要 特别的快 天天往前推着来 随时的 扫定了 又找了一个 赶上车的伙计 把车原样弄好 又打着重来 往前走 30里 50里的 这么走 到了 下一个落脚的地方 叫曹家镇 到曹家镇呢 天鹤也晚了 住店吧 住店 安排好了 这位大爷王学 自己一间 李彪和这个王毅 俩人一间 安顿好了 都没什么事了 李彪说 我出去转转 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 大爷说 得了 您费心吧 李彪这出去 满出去找去 这回留下王毅 说你跟这待着 哪都别去 随时照应吧 尤其咱这些东西 看住 行 安排完了 大爷王觉 屋里待的是 闷闷不乐 为什么呢 这些日子 净烦心的事 兄弟死了 本来现在就不如滋味 出来又闹了贼了 你这事闹的 而且心里还惦记着 这出来 那边家里边 王恩带着俩孩子 大少爷 二少爷 也不知走到哪了 是对不上 那年头没有电话 没手机 心说这非走 查明了不可 这事闹了 心里烦 没事干 跟着电脑板聊天 掌柜的姓张 叫张善 世代祖居在这 这个人很聪明 聊天 说话 都挺好 说来说去 最后说 您别想瞧我们这地 我们这个桃子镇 虽然说是个小地方 但是风土人情 民俗都非常的好 您要是闷的话 我带着您出去溜弯 各时候看一看 散散心 大爷说好 今天太晚了 有什么事呢 明天白天 咱们去溜弯去 成 还另外跟您说 我们这厨子可好 家常菜 拿手之急 您要是有这个 想吃的东西 你就说话 我让他给您做 谢谢掌柜的吧 转过天来 李彪呢 也没回来 还在外面打探了 大爷说没事干 得了 昨天人家掌柜的说了 要带我出去溜弯去 这会倒是非常的合适 来到前院 找掌柜的张善 您这会忙吗 我没事 怎么着您有心气 我有点心气 待着也没事干 你带我出去 咱们逛一逛 好嘞 看看吧 说您出去是两条道 一个是热闹的地方 咱们搬街里边走 做买的做卖的卖东西的 干嘛都有 您看看愿意不愿意 哎呀 他也说 那个后乱的 而且这出来也不想买什么了 有没有优雅之处 展规就说 有 你看我们这有一片桃树林 好看至极 而且还有几个小庙都不赖 看看吧 好嘞 打这儿出来两个人聊着天 也没带王毅 吩咐他看家 收东西 就是展规的 跟王子爷俩人 这么溜着弯往前走 看看树林子 看看野草 咸花啊 抬头看看小鸟 心旷神怡 轻松了很多 拐儿摸脚 走来走去 十里路就出去了 啊 突然间发现前边 树林深处 闪出来这么 一座小庙 很优雅 尤其是拿树挡着 露出来 山墙 这儿看着跟一幅画似的 诶 掌柜 这个是什么地方 啊 您问这儿 这是个尼古庵 挺好 也是这儿有名的景致 所处的位置啊 非常好 而且来说 庙中 有一个尼古 满腹的经纶 长得还很漂亮 来吧 我带您咱们逛一逛庙 好啊 走吧 俩人说说笑笑 可就来再聊尼古二这儿 走着跟前一瞧 不大 很雅致 迈步进来 东瞧瞧 去看看 尤打里边迎出来 这么一个尼古 看年纪最多不过二十岁 长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来说 这张脸 波士之粉 淡扫个眉 你要说没化妆吧 他也瞄就瞄眉 勾了勾眼线 你要说化妆了 看不出千粉胭脂 而且来说 穿着一身僧装 显着这么雅致 鸟鸟停停 往前一走 往前一瞧 呵 好美人 金骨奇观 接眼前文 上文书咱们讲到 店掌柜的张善 带着王的爷 王爵 前去遛弯 走来走去 发现这儿有一座 尼古庵 尤其是尼古庵里边 发现了一个 很漂亮的尼古 岁数不大 最多二十 不敢说天资国色 但最起码 能令人惊艳 而且来说 这个尼古看着 很有气质 这个东西很难得 人这个气质不是买来的 也不是学来的 是发自内心反映出来的这么一种东西 这个尼古给人感觉着气质上很好 尤其是往前一站 拿眼一看你 谁都想 我多看着两眼了 它有勾人魂魄的这种效果 尼古站在这儿 对面是张善和王爵 小尼古 微微一笑 两位施主 从何处而来 张善还没说话 王子爷就觉得浑身 这骨子鸡都酥了 那怎么回事呢 他这个 一个是离家日酒 最近烦心事比较多 弟弟死了 又遇见贼了 到现在没有消息 心里烦 可是今来 这一溜弯 瞧着树 瞧着水 看看天 看看鸟 心情就好多了 人不在紧张的环境里边 他的情绪方面面的就不一样 所以说一瞧这小尼古 打心缝里边就觉着可爱 抢不上前 小师傅 我是打陕西来 路过贵宝地 听说这有这么一个尼古安 特意前来拜访 阿弥陀佛 相逢既是有缘 请两位施主里边带茶 让他里边喝水去 俩人挺高兴 好吧 来吧 迈不可就进来 来再了 禅堂一看 这个屋子收拾得非常的干净 墙上还挂着这么几幅画 那点着一盘香 香烟缭绕 屋子里边安静的这么出奇 俩人坐下片刻的功夫 小尼古把茶给漆来了 两位喝水 谢谢 还没请教 您跪上下 就问这尼古叫什么名字 贫尼 敬尘 敬尘 哎呀 好名字 好名字 这地方不错 挺好 你说说 要不是路过的话 怎么会知道 此处环有如此 洞天 佛地 挺高兴 坐了一会 又站起身来 东瞧瞧 细看看 张善子说 天不早了 回去吧 好咱们走 走 往前一挥手 展柜的张善在头里边 后边跟着大爷王爵 小尼古往外送 大爷人一回头 冲着小尼古音乐 小尼古也音乐 这个乐跟乐可不一样 你要说普通人会再 这是礼节性的微笑 但是王爵这心里想着 不是说回见我走了 没有 他另有一层含义 所以说回头笑的时候 连脸上在表情和眼睛都带出来了 我可走了 小尼古呢 很知气 也乐了 那你还来不来了 这就叫没事找事 我可走了 你走吧 也就完了 你还来不来了 你不找事吗 这不是 这么一说 王爵点了点头 他也不是圣人 这个世上本来也没有道德模范 所处的这个环境下 谁都会这么想 尤其是王爵想的更多一些 现在就明白了 就说明这个小尼古 并不是玉节冰清 回头一看 掌柜的张善已经出大门了 这儿哑低了声音 我也是出门之人 你们这儿有没有清静的房子 我在这儿住几天 我这出门 没地儿去 你们这儿合适不合适 过去也有这样的 做生意的赶考的面书的 住的庙里边 不管是和尚庙 胡子安 有这种现象 晚上我在这儿 住间房住几天 行不行 小尼古微微笑 没看他 嘟囔了一句话 睡吧 可没人陪你 就这一句话 王爵心里就明白了 怎么呢 这不是一个什么好尼古 但是这也确实是自己想找的 点了点头 好 我先走 说的话转身走 展规就进来了 你干嘛呢 咱走 走走走走 这儿就出来了 回到了 电房 王毅这儿等着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那个谁 李彪回来了吗 没有 出去转去 到现在还没回来吗 这事也不易 谁去哪找的呢 是 来吃饭吧 安排饭吧 店主张善 给安排了一桌丰盛的韭菜 这准备得了 一吃一喝一聊 吃完了 收拾 都跪着好了之后 下午又 睡了会儿午觉 睡醒了 七壶茶 往这一坐 这喝茶聊着吃 然后说 我这有一朋友 我出去看看他 心许要天晚 就不回来了 住着他那 王毅你跟客栈长好好地等着 李彪要是回来了 你别让他走 我跟他聊了 看看具体的事 怎么着 那也成 好 您这还有朋友呢 是 我是刚想想的 我跟这去 不用不用 不用等着 说了鬼子闲话 赶等下午四点来钟 王的爷 揣着俩小元宝 又打这出来 按着那个道 又找着尼姑二去 可谁也不知道 他上这去 拐弯抹角 抹角拐弯 可就来到这 到门口一瞧 这个庙门关着 啪啪啪一砸门 门分左右 小尼姑出来了 一瞧是他 扑车一下就乐了 脸都红了 要 您来了 我来了 一望两望 两边没人 闪身进来 那边门就插上了 来的里边 又到喝茶的这个蝉堂这 啰嗦 给端了杯水来 我这个准备在你们这 另一间房 找一间房住 方便吗 小尼姑乐了 方便不方便 你不是也来了吗 是 我来了 哪间房我住 来 给你归着好了 站起身来 带着他出来 来到后院这 一指 这间房 进去一瞧 我喝 屋里边收拾的 还挺干净 非常的雅致 点了点头 好 那我就 住在这 说着话 又打身上 掏出这两个小元宝来 这俩隔离块 有十两银左右 往这一放 这个是 给您的 在这吃住 都是有挑剔的 您拿这个 要 您看 让您破费 这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我有点累了 您这有什么 可吃的 可喝的吗 哎呦 尿也小 反正是 粗茶淡饭吧 好啊 担责一见 咱们能不能一块吃 聊一聊天 哎 好吧 一会儿的工夫 小尼姑端进来 四个小菜 有俩馒头 有点粥 有一壶酒 放在这 坐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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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人对脸坐 倒上酒 你一杯 我一盏 聊天 有这么句话 说的太对了 酒是色之眉 啊 你看这个色呀 肚子打酒上来 没有走的马路上 两人一见面 就如何如何了 他追着有情教 找一酒吧 找到夜店啊 喝点酒 聊着天啊 借着这个昏暗的灯光 这一说 情绪到了 啊 如何如何 没有说正当52点 两人站在马路当劲 啊 我爱你 我爱你 我歇着 王爷乐了 我就一人歇着 这个话就是试探你 我一人歇着 你不跟我一块歇着 啊 小尼姑乐了 啊 您这个记性 白天不说了吗 没人陪你 哎呀 我的小姑奶奶 要是没人陪我干嘛住在这儿来呢 他也乐 尼姑也乐 话说的这个份上再说别的就没意思了 当天晚上俩人跟这儿睡了觉 一连住了这么两三天 啊 这天早上起来 大爷王学说 我今天晚上啊 可能来不了 要怎么来不了呢 嗨 嗨 我这家里有事 另外我点安排了去 啊 嗯 哦 对了 我那店里边呢 还有点儿 金金手势 还有几十两银子 我再过来的时候呢 我给你拿过来啊 那是我送给你的 嗯 这说完了 又打这儿出来 回店房 尼姑送到了庙门以外 一直看他走没了 这才回去 回到了客店 一进门一瞧啊 李彪回来了 跟王毅俩人坐着聊天了 啊 王毅俩人回来了 啊 我回来了 六个弯 见个朋友 你问的怎么样 不好 我跟您说啊 我都去了 方前附近都转变了 赶大车 这个行里边 没有人认识他 啊 我估计这个竹 他未必 只赶大车 可能别的活也干 但这就不好弄了 你要说人家那个 都在侧的 这些赶着车的 这咱都知道 他这竹 一时一会儿都不好弄 不知是哪儿的 另外 我想一想 他如果说拿了这么多钱的话 他得挥霍 他得花钱去 而且离这儿 最近的地儿就是济宁 山东济宁 他得上这儿去 那是一个大地方 明天我打算 去趟济宁 啊 您看行不行 啊 大家想了想 这本来就是应该去的 人家打衙门出来 是给自己找这个贼 破这个案子 那可是又一琢磨 去济宁 我也得出路费盘缠 最主要一点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实意去找 你说他出去找一件花钱酒地 把钱花了 回来告诉我 说没找到 这也是个事 拿眼看了一眼王毅 哎 让王毅跟你一块儿去 一个人呢 实话实说也单着点 他虽然说 跟您不一样 您是捕头 但最起码 他这么多年来 心灵眼快 而且呢 办事忠诚 最主要的呢 他认识那个李虎 你去了也不认识 他跟着你 万一他发现了 你过去逮去 这不是方便吗 嗯 可以可以可以 那明天 我们俩人去 哎 你们俩人一块去 做个伴也好 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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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当天晚上掌柜的张善 又给摆了一桌酒 啊 连李雕带王毅 王毅爷坐了一块儿 大伙一喝一聊 一说这些事 啊 车去了残息 大伙安歇睡觉 此日 清晨起来 都收拾好了 安排好了一切 这打开了入套 把银子拿出来 给撑出银子来 你们俩人得出去啊 你到外面走几天 连住店在吃饭的路上 都是用钱的 把钱拿出来 准备好了 交给王毅带着 王毅和李彪 离开了客栈 赶奔济宁 这儿呢 只留下来 王子爷 白天也没什么事 跟掌柜的聊聊天 随便说了说话 这一天也就过去了 天一黑 睡觉 啊 一到定津天的时候呢 街上也就没人了 人家客店里边 前后门上锁 放狗挡鸡窝 不留闲人 准备休息 一更过去 将等到二更天的时候 掌柜的张善 在屋里躺着了 突然间就听着房顶的上边 嘎啷一声 啊 当时就一愣 他是个买门人做生意的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虽然说不是陆林侠客 但是知道这方面的事情 心里边一愣是不是房顶子上来人了 来人的话 那说明 就是闹费了 我得看一看 这一推门出来 谁啊 说了声 谁 没动静 又出来三四个伙计 掌柜的怎么了 没事 我听房顶上是有动静 你们听见了吗 没听见了 就是这 怎么回事 有没有在 谁啊 出来 喊了几声 没有任何的动静 看看吧 看看前方上看看吧 又没事 咱们睡觉 千万别出事 走来走去 就走到王爵住的这间房子这 这乔天这门呢 开着一条户 王爹 王爹 喊了两声 没人搭茬 伙计们 王爹出去了吗 没有 刚才我 打定型片 我给他送了水 他还说谢谢 门就关上 怎么回事 这是 张大门呢 就打这个 大门外边 啪啪啪啪 有人砸门 谁啊 这么晚了 住店吗 就听外边 开门 师傅 李彪回来了 李彪 知道 那捕骨头 开门开门 这一开门 又打外边 李彪进来了 你脑子看 身上都是土 说你没睡觉 干嘛呢 这不是那李彪吗 是我 你不说上纪宁了吗 我是说上纪宁 我都走出去了 你看这事闹的 我没带着刀 我到辣子这了 你看这事闹 回来拿刀来了 你们跟着干嘛 我没事 我们要睡觉 听房顶上想 认为闹贼了 出来瞧瞧 走到王爹这一瞧 他这门这 开着门了 正纳闷 想进去看去了 你来了 没事没事 来吧 来吧 连掌柜的带伙计带李彪 都来在这 这一推门 王爷 哎呦 火 所有人站在门口 都愣了 都愣了 王子爷 王爵 躺在床上 被人杀了 满床的鲜血 都愣了 呼啦吵全进来了 大根签一瞧 确实 脑子都快掉了 就连着点筋 嗨 嗨 嗨 这怎么着 李彪的眼珠子 瞪下 好 这怎么回事 掌柜他说 怎么回事 问谁 不是你很可疑 李彪 你说走 半夜又回来了 是不是你杀了他 李彪一听就急了 胡说八道 我回来拿我那腰刀来 你看不在这儿吗 说的话 到桌子那儿 确实桌子上 放这刀 这拿起来 暗烟吃 脆崩荒 苍朗朗 把刀撑出来 你看看 刀头上一点血都没有 这是我杀的吗 苍 把刀搁在这儿 怎么回事 人死在你们这个店中了 你们说吧 张善说 我说什么呀 那谁知道 请你这事闹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这死的人了 这事还了的呀 那报官吧 报官吧 大半夜里边 先把地宝叫来了 这您看看吧 我们这出事了 地宝说 瞧瞧吧 这一下子写 这是你谁看的 前因后果把事一说 怎么回事 拿得了 拿上衙门吧 大半夜的都奔衙门了 老爷这睡觉 光光光一砸 砸起来了 跟您说 您记得前些日子 来一报案 你那老乡 陕西人 对 蓝田的 这我姥姥都在那儿人 我现在成了 怎么呢 现在他死了 谁把我老乡弄死的 还不知道呢 这生堂 连夜生堂 把人都带上来了 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各说各的礼 张善先说 张善说 老爷我真不知道 白天没有任何异常 晚上睡觉 关了门了 我听了房顶的嘎啦一声 哇响 出来再看 没人 待会儿跟他回来了 他说是回来拿腰刀 金屋一瞧 人死了 李彪你一说 老爷您想 我是衙门口人 我跟他远着无冤 近日无仇 我现在是奉公办事 到处给他拿那小偷去 而且我确实是 我都到了记宁了 我又回来了 我这个刀没戴着 他们亲眼都看见了 他们在跟前呢 我拿出刀来 就那桌上搁着呢 难道说我杀人 我还跑跑 就回来 我疯了 带一个我杀人图什么 是不是 老爷听对 李彪应该不会 那么说 可疑就是张善 来 把张善瞪着 中达二十万 疯陷社会 老爷审爱 刑讯逼供 家家如此 除了有数了 这么三五个清官 好好的问 慢慢的查 剩下的没有别的 你上来先打 打服了你再说 不管真假 有人招了 这就算成了 登一下 先打二十 张善 他不是说能抗打的人 做买卖的人 气皮练肉 登之后就定光 定光 二十玩打完之后 出了鬼音了 哦 登上来 有招无招 老爷我冤枉 我太冤枉了 我还喊冤 登下去 再打二十 打完二十 有招无招 没招 没招 想加棍 加棍 这么粗的木头棍 一套来场 两根 腿顶下垫一根 腿上边一根 这一使劲 两个大杠子 加你的腿 加怀子骨 那个 谁也受不了 卡拉拉一收刑 当时嗷一下子 这人昏死过去 凉水泼行 拿水一泼 老天爷呀 我这是招了谁 惹了谁了 有招无招 自个一琢磨 活不了了 再挨打 今儿就得死 与其这样 凹行 倒不如我先招了吧 再想办法 大人 我招了 好 招了 你说怎么回事 老爷您说怎么回事 混账 老爷我怎么知道 老爷我怎么知道 你招一个 你招完我承认就得了 胡说八道 老爷我青死水明如镜 我哪能这样呢 你自个说一个吧 哎呀 我自个说一个什么 老爷 他住店了 我看他有钱 我就害他 我得杀了 就这么简单 拿哪个刀杀的 我哪 我忘了 我找一大刀 我杀完他 我刀我就扔了 扔哪去了 谁知道扔哪去 就找不着了 刀慢慢再找 签字画押 这拿过来 签字画押 恩声抖音 好 打入死丘牢 你说这个闭门家中做货 从天上来 张善也是 开着好好的买门 哪曾想惹出这么一场货来 什么事都没有 这是问一死刑犯 哪个事去 当时手肘脚料 拨锁 三大件 吸的哗啦 全砸上了 连拉带拽 弄到了南间 这个李彪这儿呢 是取保候审 说这个之后啊 这个事儿完不了 你呢 还得去查访 一定要把那小偷抓来之后 才算是 消拆完案 这都说完了 都归着好了 分手把死事 先成练起来 这时候呢 王毅回来了 王毅在静静等着 哎呀 你这李彪还没回来 难道说 这个李彪跑了 又想不成啊 他是衙门口的公差 他不能走 他得消拆完案 可我自个儿 跟这儿待着也不是事 我先回去吧 顾顾车又回来了 一进门一听人说坏了 说你们大爷也没了 棺材都来了 这儿啊 入炼 哎呦 这一通哭啊 你瞧这事闹的 嗯 我们这是太方人了 本来出来 运二爷的死尸 没想到 大爷也死在这儿 现如今 我就是最亲近的人呢 我得跟着归着吧 归着好了一切 突然间发现 大爷随身带着 那几十两银子没有了 而且来说 有几件首饰 也不见了 哎呦呦 这怎么茬这个 问问吧 啊 一会儿的功夫 李彪回来了 前一后果一说 又跟店里的伙计一聊天 说倒霉了 我们掌柜的啊 估计得砍头问了 死罪了 天地良心 我们几个人 确实啊 是没杀人 可是你说这事闹得现如今 老爷认准了 非说是我们掌柜的 你看这怎么办呢 啊 我们掌柜的没干过坏事 这王毅啊 很有脑子 坐在那前思后想啊 分析这个事不对 你掌柜的杀人没有动机 他拖一下什么 开着店 而且在自己店里把人杀了 他不会那么傻 啊 这个 李彪也不会 因为在纪宁的时候 确实是说 我要回去拿我的刀 所以说这是必有旁人 但是 谢荣金在这 这个事说不清楚 老爷认准了 要给自己的老乡 打抱不平 不管谁说 也不管用 怎么办呢 正发愁呢 打外边跑进一个伙计来 嗨 我说 王伙计 怎么着 有一深渊的机会来了 你能帮不这忙吗 可以啊 怎么办呢 你听着 金谷奇观 接眼前文 上文书讲到 张继殿的小伙计 跑来找王毅 说点事吧 什么事 嗨 我们家掌柜的倒了没了 看上你们这个 人民案 现如今有一个事情 能把这事情问个水落石出 你愿不愿意帮个忙 王毅说当然愿意了 这个事啊 我分析 不是掌柜的干的 也不是李彪干的 是定有旁人 但不知道这个冤枉是如何能够喜庆 我就说是这样的 我今初就问了 山东巡抚李天鹏李的人 打这过 而且来说 这位许大人 青似水明如尽 你要是能够拦叫喊冤 求他老人家准了状子 那这个事是没问题的 哦 好 我去 我一定要拦叫明冤 什么时候到下午 我们都问完了 你要是答应的话 准备准备 我们带你去 好嘞 吃完了中午饭 你帮伙计出来 咱们走啊 走 有打这儿 重来往东去 有这么欺负礼地 这个地方是接官厅 到这儿一看 地方上的大小官员 以及这些个差人衙役 百十来人都跟这儿等着 山东巡抚 许多人是一个清官 而且是爱民如子 他不像有的官老爷一天到晚 只是在衙门里边 作为作福 要不扬威 他可没有 衙门里待不住 只要有点工夫就得出来 走东传西 哪都去 今天是路过此处 地方官员都在这儿等着呢 好些人维持秩序 不让老百姓靠前 小王毅和这些个伙计们 都躲在边上 几个伙计一劲的鼓励他 没问题 你这行 说你行 你就行 你错不了 你一定能把这事办成 我们得谢你 大伙一劲鼓励他 他自个儿呢 本身又是个热血的汉子 行 你甭管了 你们说我行 我就行 我一定行 我努力 我不害怕 哎呀 几个人跟这儿悄悄的鼓励他 等了有这么一个来钟头 就要听着远处 铜锣开刀 铜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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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锣是七声 代表七个字 大小 军民 人等 反 这说明官过来了 这些地方官员 张上头上的帽子 担一担身上的衣服 逼宫贵境 都跟这儿等着 为时秩序啊 过境官员 尤其是上司老爷 那是了不得 都跟这儿等着 几个伙计 这儿扶着王爷 等着啊 老爷过来 他得吓叫 为什么呢 地方官员都跟这儿接着 老爷得下轿 客气客气 看是在这儿待不待 待的话 接走 不待的话 还往前去 那儿一下轿 你就往前来 就可以了 听见了吗 哎 我行 哎 要不是你们谁替我 不不不不 我们不说 就说你 说你行你就行 等着吧 等着 说话的功夫 八台大轿 已经到了跟前了 轿子 打鼠 停住了 所有的地方官员 往前来 撩抛贵道 官大与鸡家死人 家人一挑 有打轿子里边 许的人 瞎叫 五十来岁的年纪 花白的胡子 眉毛呢 往上稍微挑着一点 一双眼睛不大 但是很精神 脸上人觉得 很亲近 这个人呢 没有说一下来 撇着辣嘴的 嘴脸的跟拔腕似的 没有 看着这个人 特别好打交道 这下来就乐 这位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这些个 地方官员 撩一声望起 站 打头的这位呢 就是曹州的 知州 也就是说王爷的老乡 他这头一个 这帮地方官员里边 他最大 这站起来 以保全 要说话 还没说话 离这耗子不远 这帮伙计 往前推着王爷 来来来来来你去 王爷到这会儿有点处 你说这再热血的汉子 再冲 他中规 他见官 他是老百姓 而且这是多高身份的官 心说这要惹了祸 这怎么弄 可是心里我想 我这事闹清楚了 知道是谁杀了我家主人 这帮人往事一推他 脚底站不稳 蹬蹬蹬蹬 倒坑前 啪 一推他 他这个位置跟曹州这位 知州 正好跌了一块 他往前一趴 一推大人这后背 大人这抱着拳 跟巡抚正好说话 往前来 这拳口就问大人就去了 哎 我巡抚吓一下 我 你说怎么回事 我还来练家子 往后一闪 身背后亲丢护卫上来 砰就给抓住 你要干嘛 谁推的我 这就回头 已经有一帮兵上来 把王毅就摁住 一省的巡抚 风将大力 这是 那是什么身份 跟前的人 那都厉害这了 三下两下 就把王毅捆上了 这位曹州的知州 都快狠风了 心说这是谁这么缺德 得亏 老大人躲开了 要不然这下过去 整除腮帮子上 我这脑袋就没了 你身子冷汗 一回头 谁这是 赶紧 这边冲大人 哎呀 老大人 死罪死罪 这不知哪的 煽解愚民 捆上捆上捆上 大伙 妖无和了 这闹腾 万没想到 巡抚大人一白手 慢 分开众人 走到跟前 看了 看王毅 你是谁呀 你干嘛呢 啊 大伙都摁着他 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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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头说话 是 大伙被撒手 只一抬头 再瞧王毅 眼泪哗哗的 老大人一瞧 这是有事 啊 这人怎么 哭声了呢 那时候王毅 为什么哭呢 主要是害怕 啊 我这祸惹太大了 我往前来 我也没站稳 我推了这位 支州大人一把 我瞧见了 他那正这样的 这直接一冲天炮 奔巡抚去了 我估计他得杀 我得割 我不了 啊 不管怎么着 他没事 我也得有事 啊 你这招事有谁了 这事没闹清楚 我先完了 这回行了 我跟大爷一块病骨 啊 我们三口官才回去 哎呀 王毅 回着去 回来跟这死着 嗯 老大人一问他 说你抬头 这一抬头 回 你别着急 怎么了 难道说 你有满腹的冤屈吗 这一说 王毅是真委屈了 怎么呢 这么高身份的一个官 问自己很像家里的亲属问 而且回想这些年跟着二爷冲了坐马面也不易 二爷一天到晚也没正行 最后死在这儿啊 好容易把大爷判来 大爷让人杀了 你这叫什么事呢 一想起来大爷二爷当初对自个儿的好 真委屈了 这回哭 是为了主人哭啊 这哭了 来呀 我这松绑 让他说话 这捆着 松绑 亲兵们不敢 大人 这个他这个 哎 没事 给他松绑 哎 这是松绑 有何冤枉 慢慢讲来 老夫 巡抚山东 专管民间不平之事 但讲何方 哎 我跟您说 你们这事挺乱 就把自己满腹的冤枉 从头到尾又讲了一遍 现如今是如此赠般 赠般如此 哦 巡抚大人点了点头 知州 回头看知州 再瞧知州站着净声哆嗦了 巡抚大人 冰凉 那好恶得的祸着是 你想一想 准备了好些日子 就为了迎接大人 顶头上司 这是风香大力 今天来见面 我先给他来窝心主 你说我怎么了这是 嗯 咋刚才昨面事 一听王毅贵地 一说这个 心里明白了 哦 这案子是我问的 啊 今天一想 人家说着也有道理 可能当初我有失考虑 正说着呢 巡抚喊他 知州大人 哎呀 老大人 老大人 嗯 施方才所讲这个事 可是实事吗 事事事 句句事实 哎呀 这个悲直粗心了 呃 悲直粗心了 注意该万死啊 容悲直我 重新审问 嗯 此事 既然本府知道了 那么好 来呀 打到知州衙门 咱们 重审 重问 这事我知道了 我就得问问 啊 谁也别拦着 大伙一瞧啊 巴辽 闻着这位官 那可真正是民之父母 因为像过境的官呐 或者说到这种身份的人呐 根本就不理民词 你有地方官 你先找你们县里边 县里不行 再往上走 一步一步 哪儿就用着巡抚大人 没想到人家 没想到人家主动的懒在身边 我问问这个事 哎 所有的官都调大门 过啊 人家这个是真正的父母大人 王毅也是非常的感动 磕头如捣蒜一般 怎么简断 接说回到衙门 重审此事 每一个人 又都问了一遍 到最后 单独 把张善留下了 开店的掌柜的 上个堂来 张善一瞧啊 不一样了 官换了 打自己那大老爷呢 在旁边有一旁座 跟那坐着 低头也不说话 老叹气跟那玩 好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 啊 整当中坐这位一瞧啊 穿上搭帮就不一样了 头上戴着 身上穿着 一看就够档次 有品位 这是一个上级的官员 看年纪也挺大的 而且慈眉善目 心说可能是我的救星来了 望上叩头 叩喊大人 我冤了 许德仁点了点头 嗯 你是冤 你有什么冤 你是蛋讲何方 只有老夫 与你做主 是 把这事全说了 啊 我这冤死了 我就听到房顶子上瓦响 我出来看了 没人 用小的李彪回来了 他说回来 找刀 我们一块进的屋 确实刀在桌子上了 人家这个 李的爷 人家这个 他说他没杀人 我承认 可是王爵 死时倒在床上 老爷我没杀人 我这是被冤枉的 被冤枉 为什么上堂招认呢 是 不是吗 打的我实在受不了了 受刑不过呀 我这才招的 打人点点头 哎 刑讯之下 什么供招都会有的 叹了口气 回头 看了一眼 芝周 芝周已经哆嗦的 不像样了 啊 心说冲天炮 还没解决 又把我这个 刑讯逼供 又给勾出来了 啊 坐在这儿 净盛哆嗦了 哎 大人叹了口气 那么 我来问你 既然说 你没有杀王爵 你认为谁可能杀他 哎呦 老爷我哪知道这儿去 谁知道谁杀他呀 我不知道啊 嗯 那我问你 王爵 住在你的殿中 这段时间都做什么了 哦 这段时间呢 这段时间 他没干什么呀 就呆着了呀 跟我聊天 喝酒 说闲话 嗯 他出去过吗 他出去过 哦 他上哪了 他 他上哪了 我带他出去溜玩去 也没上哪啊 树林子 河边 聊闲天呗 别处没有了吗 没有啊 我 我就带他出去 第一次嘛 我就出去 顺着门口小道 溜玩走 上小庙里 看了一眼 然后没上 你等会 去哪了 去小庙 什么小庙 一个泥官 我们这儿泥官 带他去看了看 也没坐住 喝了杯水 跟小泥姑聊了几句 我们就出来了 聊了几句 都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呀 人家小泥姑倒的水 我们说谢谢 人家说不客气 还说什么呢 我说再来一杯 人家呢 人家说行 这之后呢 我说谢谢 他呢 不客气 这之后又去过吗 没有 就待了一会儿 我们就出来了 出来就 就回来 就再也没去过 再也没去过 你没去过 王爵又去过吗 没有吧 我记得他没去过 反正有这么几天 没在这待着 他们谁说 说他 算亲戚是看朋友 我可忘了 反正有几天没回来住 没回来住 我知道 两天是三天的 去哪呢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也没念头过 他不会有亲戚朋友 因为他刚来的时候 住店 我们还聊了一事 还说第一次上我们这来 也没亲戚 也没朋友 没熟人 我才说 带他出去溜玩去 大人点了点头 心说这毛病 就出在尼古尔这 好 我说 张善 老爷 你讲的可都是实话 哎呦 老爷 我说瞎话 杀了我 咱呀 把他刑具去掉 暂加在班房 豪心看管 不要难为他 这一句话 极大德了 怎么呢 您琢磨一个正常人 脖子上戴着脖子锁 这还戴着手铐 脚底下砸着脚料 而且来说 这手铐跟脚料之间 还有一根铁链子连着 那边谁受得了 在监中不得动转 经常的挨打受骂 好些人呢 都等不到最后处决 就死在监狱里边 这一说给了刑具去掉 开了天根了 都去掉 咱家在班房 那就是跟这个差人办公的地挨着 你们看着他 别跑了就行 但是千万别难为他 因为巡抚大人心里明白 这个人不是杀人犯 早晚有冤情大雪的那天 当天晚上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巡抚大人反复一琢磨 心说这个庙我得来一趟 毛病是就戳在这儿了 天亮之后 喊过自己的亲兵护卫 有这么十了个人 说你们呢 清晨跟我走 咱们出去撕坊去 你们呢 别离我太近 找当地熟识的差人领子 咱们去 我到那小庙里边 见一见这个尼姑 你们呢 就在庙外边 房前附近等着 倘若说有什么事 你们赶快进来 咱们拿人 要是没事的话 你们也不要造次 千万不要惊扰了百姓 这说完了吩咐一声更衣 穿了一身便服 看刀吃呢 就好像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这儿收拾好了 又打这儿出来 贴身带着自己的一个护卫 这个主呢 穿得像个随从一样 剩下这十个八个的 都远远的后不跟着 一路走来走去 就来在了尼姑二 房前附近看来看 其他人埋不好了 老大人聊一声 往庙里边走 站在院子里边 左官桥 确实是一个清静优雅之所 弹嗖一声 呃呃 就听那屋脚步声音 有大屋里边 出来一个小尼姑 站在门口 冲老大人 微微一笑 没烧眼角 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情 老大人心里边 就咯噔一下的 心说 这个尼姑十分的可疑 怎么呢 深入佛门 指佛吃饭 赖佛穿逸 清灯古佛 聊此一生 这个人的心态 他应该是很平和 而且见人之后啊 大部分出家人都是 低垂眼俭 双手合十 啊 很平和的说话 唯独这种是高扬脸 瞧人 而且来说 这眉毛挑着眼珠子好像会说话 大人心中就起了疑心了 往前走了两步 微微一笑 小师傅 讨杯茶喝 尼姑点点头 好 来您这屋来 说这话就给让到了陈房 往这一做 功势不大 这茶就到来了 把茶放在桌子上 坐着对过 看着大人笑 您茶什么 这茶 茶好着呢 哦 好 大人端起来 品了一口 茶也不错 小师傅 庙里很清静 是啊 庙里也没什么人 原来这还有几个人 后来他们都出去了 这不是吗 这个庙也小 打算重新的翻修 没有办法 没有钱 所以说老师傅带着人 出去画园去了 现如今 就是我 白天晚上都是我一个人 平时也没什么事 倒是寂寞的很 大人一听 不像个人的话 你跟我说这个 干嘛 我问你了 你这话就能听得出来 从来话中都是有话 这就我一个人 白天晚上都我一个人 你跟人说这个 一般的轻浮浪子 一听这个话 心里就得明白 这是有勾人上勾的意思 大人点了点头 哎呀 这你真是很清雅 这里有没有安静的所在 因为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哪都去 我觉得这儿可比这个住店就好得多 非常的雅静 要 您肯来着了 我们这儿啊 有 有清静之处 要清静就清静 要热闹就热闹 大人心说 冲这句话 你就不是好玩意儿 什么叫要清静就清静 要热闹就热闹 点了点头 站起身来 告辞了 转身就走 小尼姑追出来了 哦 那个 您随时来 我们这儿有闲防 等着您呢 大人回头看了一眼 小尼姑扑车一乐 转身跑回去了 大人点点头 脉步往外走 胡拉超这些个人都围上来了 亲兵护卫 老爷 怎么样 你跟我回去 你们几个人去 把他锁了 带到衙门 我要好好的问你问他 哎 有人护送大人回牙 亲兵护卫 十几位 胡拉超进来了 进来就喊 人呐 人呐 连喊三五声 小尼姑出来了 一脸惊慌 干嘛 你们干嘛呀 你那暗子犯了 好 哗笼嘎门 铁链子套脖子上 哎呀 你们这是干嘛呀 干嘛 大人就知道了 跟我走 哎 一路拉拉拽拽 来到衙门 啊 衙门这儿老大人吩咐 升坐二堂 没升大堂 二堂在里边 花厅这儿 吩咐一声 把他带上来 哎 来到这儿有人一先把这链子给摘开了 行行行 去去去去去 来到里边撩一身跪倒 哎呀 这是干嘛呀 这是啊 嗯 哎 我没没干什么坏事啊 你们要干嘛呀 大人看了 看他 这一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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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号叫什么呀 哎呦 老大人 我 我叫 我叫敬臣 哦 你叫敬臣 好极了 你那心 敬吗 哎呦 他这说的 我心里 我可敬着了 啊 我心敬着了 我问你 你的庙里边 经常留贤人住吗 哎呀 老大人 就跟您说呀 您这可冤枉死我们了啊 我们是佛门境地 哪敢留这贤人住啊 根本就没有的事 哦 原来是这样 你抬头观看 小尼姑一抬头 哎呦 认识 刚才玩命留他没留住 原来这是一位老大人私访 赶紧把头低下来 哎呦 老大人 您看这事闹得 不知道是您 我这 我就是嘴场 我靠开玩笑 我就随便这么一说 不管你是怎么样啊 你说了也罢 没说也罢 我只问你 有一个人 叫王爵 你可认识 哎呦 大讨厌 您说这个文 啊 我可告诉你 此事关系重大 倘若说 你要知道他的事情 你说啊 如若不然的话 小心疲劳受苦 哎呦 大佬 我没什么事啊 来啊 刚说一来呀 小尼姑一抬头 哎呦 可别这样 可别别打 我这 我认识 我是认识这么一人 既然认识就好办 那我来问你 你怎么认识的他呀 他那个 他上庙里 就传门来 传门完事就 就飞着说 住在我们那 然后就 腾了间房子 让他住 他住了几天呢 他住了两天 两三天吧 没住几天 两三天的功夫 他就走了 那他就走了 走的时候说什么了吗 走的时候 他没说别的 他说他舍不着我 我也说我舍不着他 可是没问你这吧 还说别的吗 他说 对了 他说他挺喜欢我 然后他说 店房里边 他还有什么金银首饰 还有几十两银子 他说来的时候 给我拿来 我这不等着今儿 我都没等着吗 也不知道哪去了 怎么着 大老爷 他惹什么祸了 您逮着了 你先别问 他惹什么祸 我先问问你吧 他跟你说 店中有金银首饰 还有这几十两银子 要给你拿来 对吗 对啊 大老爷 是有这么回事 你把此话 对谁言讲了 老爷 我想不起来了 我没跟别人说过吧 不对 你好好想一想 你可不是青灯古佛之人 你能 接王爵住下 肯定还有别人 与你另有牵连 这个事情 你跟谁说了 哎呦 大老爷 您这冤枉我们呢 可没跟别人说 没跟别人说 来呀 给我打 老爷别打 这里还有一和尚 金骨奇观 接眼前文 上官书 他们讲到 巡伏大人 沈小一姑 问来问去 这一问他 你说实话吧 你还跟谁 有个来往 你跟谁提过 这个事情 我还跟一和尚不错 哎 那个 您别笑话 这离这不远 有一个 显通寺 寺的那和尚 叫岳明 岳明跟我不错 这个 哎 我跟你说 我确实我是不老地道的 我们这闲不住 不管是哪的客商 谁记得公子了 咱们这来住个三宿五宿 我们都愿意 但是只要是一有人住 和尚就不能来 和尚挺生气 那天我跟他说了 我说你看你这 一天到晚的 跟我们这白吃白喝 还挺穷横 你看人家谁跟着 都花钱 这不人家这个 王学王的爷 人家这儿 又有钱 有首饰要给我拿来 你看人多好 我说完了 他挺生气 和尚就跑了 是不是 是不是他的事 打人点点头 嗯 心说就是他的事 孙夫人把尼姑带下去 问清地址 打不然去 把这阅明和尚 给我找来 一问这个庙 地方上的差人都认识 好 我们知道 咱们走吧 领着去了 来到庙里边 这一问 您这有一个阅明和尚吗 大夫说有 有有有 这在后边了 哪间哪间房 有这好事的 我得您去吧 领在这儿 一推个门一瞧 这和尚跟床上睡觉 这一喊他 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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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别到我这儿睡觉了 岳明 天亮了 快起吧 快起吧 你出事了 一机灵坐起来了 一瞧 这站着这么几个 差人 当时连婶都变了 蹭一些的要下地 这还容得跑吗 妈肩头龙二倍 骑着咔嚓就给捆上了 走走走走 还起来 我这个怎么了 怎么了 到这儿就知道了 走走走 推推嗓嗓 就要给弄回来了 来自这儿见老爷 有人照腿叶子来一下 跪去跪去跪去 和声哭通就跪去了 阿弥陀佛 大老爷看了看 以后你就不要喊这句了 你是游如河门的你 我这儿老爷 我这个怎么了 怎么了 我来问你 你可曾认识那个小泥姑 一说这话 和尚傻了 啊 这个 大老爷 您都知道些深吗 我老爷记得 谁管谁啊这是 混账 你所作所为 本府 居一掌握 你还不从事的招来 这也说 和尚傻 哎呀 得嘞 我也是命中注定 该着啊 既然 您都知道了 我也 不瞒着了 大老爷您 容明 老爷点点头 来呀 邪 旁边坐着师爷呢 摊开纸 拿起笔来 听他说 这儿邪 你说吧 哎 是 我呀 我 偷过庙里的东西 啊 我在外边还截过道 我还抢过人 啊 我儿子 老爷听 我好家伙 这 这吐鲁这 不在我们掌握范围之内 啊 就说戏着 说戏着 说吧 一条一条说 干了七八十件坏事 啊 把巡抚弃着 心说这是 施热不赦之人呢 而且说半天 跟自个说的不一样 这都说完了 你说 还有什么 老爷我都说了这么些了 那不成 我问你 因和黑夜之间 尽得客店 杀人 劫 哎 这是本这事来的 哦 弥陀佛 孙儿心说 看来是真知道 啊 要不然不能说这么细致 一咬牙一跺脚 对 我跟你说实话 我个尼古士不错 他跟我显摆 他说人家王爵啊 这么有钱 那么有钱 对的很好 而且要送他首饰 我就说了 送你首饰管什么用啊 啊 给你个金钗 奉钗 你往哪带 你脑子上连头发都没有 他宠不乐一听 把我推出来了 当时我心里恨疼 我一想 既然如此的话 你个王爵 你也好不了 所以说黑夜之间 是我爬墙头上了房 进了他们这个店 下来之后进屋 把他杀了 而且瞧见他有这么一包 包里有银子 有首饰 是我拿走的 冤冤相报 我愿给他低偿对命 老爷点点头 来呀 签字化供 签字化供 把人压下去 定走收监 这边把张善叫来了 说这个事情已经审清楚了 与你无关 是一个和尚犯的案 那如此这么般 这么般如此 没你的事 开脱你的罪名 出府去吧 哎呦 张善感激的都不行了 捡了一条命 要不是说 巡抚大人过境 我这条命就算交的 千恩万谢 把这出来伙计们都等着呢 回去吧 回去吧 掺回去 全家人都高兴 你看店里边 李彪 王毅 还都在这呢 张善说 事的如今 咱也别埋怨谁 李彪 你也是好意 这都是该着杠着的事 我呢 没别的 今天晚上略被拨酒 咱们大伙 喝回子 我是两师为人 捡了一条命 险些 我就死在宫堂上了 今天我能活着回来 感谢上仓 另外 我得谢一谢王毅 要没有你 奢死忘生 前去拦教 我怎么能够 活着先来呢 当天晚上 大伙一块 聊天 喝酒 这都弄好 准备极了 李彪说 还差一个案子 这当初 那赶大车的 李虎 到现在没有 进大规案 而且不知道 这人去向 这个事 弄得我是非常的懊恼 啊 王毅劝的 说你别着急 因为这个不是着急的事 你也尽心了 而且你说这事闹得 啊 连掌柜的跟着挨打受骂的 我心里也过不去 但现在来说 你说我这都是做奴才的 我也没办法 我明天还得上堂公堂的 大伙说你上堂干嘛 嗨 这不吗 和尚偷走的那些手势跟银子 还在老爷那 我得去领去 啊 那行 那明天你去吧 因为这个案子是完结了 这些个赃物是应该发还本主 转过天清晨 王毅 赶在衙门 所以说这事 显出金案子完结了 真凶破获了 那些个赃物银两 我们得领回来 那银子是我们大爷的 我得给带回家去 哎呀 衙门里说这不成 应该按照所有的手续来说 你不算苦主 你是本家的奴仆 你是个奴才 啊 这东西给你 不成 必须是人的本质 干亲戴故之人 有血缘的 现如今 这个王爵是死了 但王爵的儿子还在 所以必须你家小主人 或者是王禄的儿子 就这俩孩子 一个大少爷 一个二少爷 这两个位来一位都成 但是你拿不走 哎呀 王毅奇的这哪找去呢 这玩儿 啊 当初是这样的 我们家大爷出来着急 他先走 让王恩呢 带着大少爷 二少爷随后赶过来 但是我们就谁没见谁 估计这路上走差了 他们来 我们去 这看不见 可到如今一点办法都没有 跟李彪商量一事 说你啊 先别动 你就跟着看着 我们这棺材还跟着呢 啊 我还得回来 我现在往回家的路上 我去迎着他们走 我连扫子听着 万一找着呢 那为最好 找不着 哪怕我回趟陕西 我也从家里边 找到一个家里的亲戚来 来领这些银子 好吧 说好了之后 安排着李彪 跟着看棺材 他归着东西 由打电房出来 一直望西就走 简短结束 三十多里地 来到哪呢 还原县 还原县这 闹天气 住店吧 在店里边 一进店 一抬头 哎呀 怎么了 怎么了 看见王恩了 哥哥 兄弟 哎呦 怎么在这儿碰进你了呢 你干嘛 我找你们 快进来快进来 两位少爷在这儿了 这儿来着进来 一进门 王爵的儿子 王禄的儿子 俩少爷都跟这儿了 快来快来快来 这王一进来 赶紧跪倒 大少爷 二少爷 我给你们磕头了 快起来 快起来 你怎么在这儿了 哎呦 两位少爷 你们不知道 这个大爷 二爷都没了 这一说 大爷 二爷都没了 俩孩子哭了 尤其说是这个 王爵的儿子 为什么呢 王爵是 出来搬师来的 家里认为没事 王禄的儿子 那是早有想法 知道自己爹够呛 但万没想到 好 大爷 二爷都没了 俩孩子哭了一抱 哭完之后 做了生了这个事 说怎么回事呢 王毅就把事情 从头至尾 全讲了一遍 一直说了现在 转过天来 从这儿 往回走 一路无书 回来到盐口 这一说 说这回成了 我们这少爷来了 大少爷 二少爷都在 上次躺来 把事一说 他说那行 那给他吧 把银子全部的发还 像平常这个案子 这个银子到手里边 得短一半 怎么呢 你想啊 这个扣一两 那扣二两的 这次还不错 分离不少 全都拿来了 交给了两个孩子 说好了 你们往前走吧 这来到客栈 又看了看两口棺材 俩孩子哭得跟累人似的 各找各的爹呗 跪在这个棺材头里边 哭了一抱 买了很多的纸钱来 跟这儿焚化 又祷告了一番 把李彪找出来 谢了谢李彪 李彪说 你也别跟我客气 现如今 我其实挺为难 为什么呢 你看这事 我如果说别的案子吧 可以不往心里去 现如今 你们大爷二爷都没了 我必须的 得把这个贼 给你们对着 要不然的话 我这对不起 你们这两位东西 大伙说那得了 干脆 明天清晨 安排两辆车 拉着棺木 两位主人 带着王跟王义 咱们一同返回陕西蓝田 李彪 你随着我们走 一路至上四处访拿 一直到陕西 如果说拿货了 还自罢了 就算拿不货 你也尽到了人情 你尽了心了 我们也不说别的了 这事就拉倒了 您回去是 销差完案 也就得了 说的都挺好 跟这儿又住了一宿 从日清晨起来 人家这个掌柜的张善 又安排了一顿饭 请大伙吃饭 不管怎么说 患难相见 也都是朋友 说你们一路至上 要多多的小心 说完之后 有打电房出来 两辆大车 拉着两口棺木 带着两位小主人 还有王恩 王义 李彪 一行人等是 赶奔 陕西 有打这儿 重来 一直往前走 走了这么 二十来里地的光景 突然间 狂风大作 哎哟 就这骨子疯刮的 好家伙 就跟要闹猪八戒似的 飞黑的天 盖黑的地 而且这个风中 卷着泥沙 这几位啊 实在是走不了了 牲口都动不了了 联络在马 低调跑小 大口小 这怎么办 互相都来着 注意啊 千万可别挂丢了 别挂丢 往前来吧 影抄抄就发现 前边不远处 有几间小房 嗯 那可能是个酒店 咱们上那去 背一背风 要这么几杯酒喝 等待会儿啊 风平了 咱们再走 好嘞好嘞好嘞 车把这赶着车赶着车 几里的路 一会儿就到了 啊 来到了 小店这一看不错 确实是一个小酒馆 把这个车 旅到边停住了 人们都下来 迈步往里边走 小店里边 迎出一个老太太来 这个年纪在六十岁上下 穿得很破旧啊 而且这个脸这儿啊 还有这么几道伤 不知是什么人打的 老太太出来说 几位客爷 您这是啊 刚才刮大风 嗯 你看 这一身的沙子 这一身的土啊 哎 您这有什么酒 有什么饭吗 我们歇会儿 吃点东西 有 快进来吧 快进来吧 哎哎好 弄点好吃的 我们多给钱 哎呀 你说这个说 快进来吧 什么多给钱 少给钱的 出门在外不易 快进来 都让进来了 往这一坐 找了这么一个桌子 大伙团团为素 啊 说你看弄点什么吧 老太太说 我们这儿 反正穷地儿 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也无非什么炒个鸡蛋呢 弄点青菜呀 有点琢磨 弄个片汤骨的 倒是有点酒 喝不喝 喝 准备吧 待会儿工夫 弄了一桌子 连菜带饭 大伙这儿吃着喝着 老太太去忙过去了 大伙连吃饭在聊天 无意当中 王毅这么一回头 嗯 就看在屋子 就看在屋子角上 有一桌子 桌子上边摆着 一四方的匣子 哎 这个喝 我看着是很眼熟啊 这是咱丢的那个吧 嘿嘿 你瞧见了吗 踏破铁鞋 无密处 得来 全不费功夫 在这儿找着了 别说话 都别说话 嗯 正说着呢 老太太端着热汤来了 来来来来 喝点热汤 哦 这个 老太太家里边 几个人呢 哎 呀 不知道 我这个 我要一个人就好了 我这省得挨欺负了 怎么呢 哎 我呀 一说着心难过 当初啊 我是 守寡 后来 嫁到他们家来的 嫁到他们家来 这家呢 就是老头带一儿子 没想到呢 老头得了病死了 就这儿子 跟他凑合过日子 好歹 我也是算他一个后娘吧 我呀 没想到 天天的挨打受骂 这小子不是东西的呢 啊 竟打我骂我 你是我这么大 所以是我 哎 得了 你吃饭吧 你也甭问了 哦 那姓什么呀 你们家 哦 我娘子也是姓徐 啊 这儿子 姓李 哦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啊 尤其是这个 武头 武镖 打新通 哦 对对对 哎呦 这个就是叫 叫李虎 哎 是是是 好 别着急 等着 嗯 吃饱了 喝足了 又沏上这么一壶茶 坐在这 大伙聊仙圈 等着 一个来中腾 就要听在外边 登登登登登 脚步声音 紧跟着进了一个人 啊 这主啊 离老远就闻着啊 身上都有酒味 这就喝了酒了 晃了晃 刚进来 走到门口 跟老太太走一对脸 老太太还问他 儿啊 你回来了 他拿手一推 去去去去去 把老太太推了一跟头 他往里边来 一歇眼 这都是干嘛的呀 就这一歇眼的功夫 把这个王毅可乐坏了 怎么呢 正式赶大车的离虎 冲着李彪点了面头 就是他 李彪心说 为了你我可受了罪了 差点没把我当时杀人犯 站起身来到跟前颅远了 啪 叫这大嘴巴打的呀 啊 打的这小子转了一圈 一回头 啪 牙都下来 呼 谁谁 还没等明白呢 王跟王毅 连两个小少爷 带李彪上来 掏绳子 踢着咔嚓 捆上了 啊 老太太坐在墙角 吓一跳 哎呀 这是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老太太害怕 啊 李彪说 您别害怕 我是衙门中人 一伸手打身上 把腰牌拿出来了 又拿出来 老爷开出来的票 看见了吗 嗯 奉命 捉拿于他 你说吧 你那银子呢 王跟王毅 把这木匣子拿过 打开一看 里边没有 你说 你把钱搁哪去了 这小子真的很没有 不知道 有能的你打死我 我没看见银子 大伙说 他能藏哪去 一回头 一看老太太坐墙角那会儿 冲大伙儿弄嘴 大伙儿一看 弄嘴 哦 造台 哦 来 给他拆了 骑着咔嚓一拆 银子跟比去了 咱们老太太恨的恨的 要子 那意思 赶紧把他弄走 怕 银子起出来 又装在这个匣子里边 几乎还没来机动呢 压着他走 老太太说 谢谢各位吧 就给你们添麻烦了 别弄回来就行了 我这一日过日子 我这一日过日子也成了 大少爷拿出两定银子来 得了 这给您了 您留着过日子 哎呦 少爷 我谢谢您吧 这出来 压着他 又返回了衙门 回衙门 消差完案 衙门口 就把这赶着车的这位 李虎 留下来了 按律条 该怎么判 是怎么判 但是这会儿 这几人一聊天 觉得有一个事情对不上 怎么呢 因为当初 临死的时候 这位王露可说过 说现如今 我那点钱是这么安排的 一千两 打上包 搁在边上 是给父母的养老的钱 三千两分两包 一千五一包 我儿子一包 我侄子一包 剩下五百两装匣子里边 还有这么几十两零银子 还有这么几件首饰 这事您带过去 现如今 这五百两银子 装匣子里 得拿回来了 除了其中的一点 给了那位老太太了 剩下的都带 那几十两个碎银子 加上首饰 是和上偷走着 也拿回来 数都对 但唯独 那些银子哪去了 一大包一千两 还有三千两两包 这是四千两银子 不是个小数 这怎么办 几个人 你瞧我 我瞧你 这会儿没有外人了 人家捕头李镖 我削拆完 回家歇着去了 这就剩下王恩王毅 剩下大少爷 二少爷 四个人坐了一块 说这事 怀疑谁呢 怀疑王毅 为什么呢 王恩是带着俩孩子赶过来的 没在跟前 人家这死的时候 就是王毅在跟前 你在跟前 当时怎么说的 是这么说的 银子给谁 那给谁 是 是这么说的 但现在银子在哪 你说吧 他我也不知道 当时装银子 谁是跟哪 当时没让我在跟前 让我上旁边那个屋去 跟那四个妓女一块来着 现如今这 我不知道 王恩说这不成 我告诉你兄弟 咱们是相好一场不假 这个事咱们要善事善终 咱得对了起大爷二爷 现如今这样 咱回去没法交代 回去怎么说 是 俩官才弄回来了 俩孩子领回来了 在外边这些散碎银子 这都拿回来 剩下那大宗的银子在哪 不知道 那怎么办 那不成 那这事咱们得还建官 得说清楚了 王毅说 那我也不怕 到哪去我都敢 为什么 我不亏心 说建官咱建谁 王毅说咱这样出于主意 别的事我不管 要建官 咱们还找巡抚大人 那个官好 他不糊涂 你建别的官去了 盯着光先打一顿 这不行啊 是不是 咱们找啊 巡抚大人 王毅说 这可胡来了 那是好 桌子的官 咱们这点小事 问人家能去 那没问题 咱们去吧 哎 转过天来又去了 而且很巧 马上巡抚大人 就要离开此地 都已经准备好 要走了 差人来报 说前者 那个拦脚明冤的那人 又来了 带着他家 两个小主人前来 而且说 还有事求您 当然说 那让他来吧 叫他跟前来 四个人跪倒了 谢恩 多亏了您 我们家这事 才能把它弄得挺顺利 我们谢谢您 说没事 我们这是为官者 理应如此 你们还有什么事情 哎 现如今呢 有这么点事 脑不清楚 像当初啊 从二爷死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把银子呀 分成这么几份 一份呢 一千两 给老爷子老太 剩下三千两呢 给这两个少爷 一人一千五百两 还有这么五百两呢 是装在匣子里边 得带这 还有和尚拿走那批 也拿回来了 数都对 但是一二 那一千两 还有这三千两两份 这没有 所以我们这事 回家没法交代 但是天地良心 我们谁也没亏心 你看这事 我们怎么办 巡抚大人点点头 这个当初 谁在跟前 说这个王毅 我在跟前 你在跟前 当时入殓的时候 你在跟前吗 说不在 当时我们大爷 给我打坐旁边那屋去了 我再回来 这棺材这都定上了 我倒是问他来着 我说这要是 那些银子搁哪去了 大爷说 山高路远 自有庙法收藏 到家就知道了 那不是什么意思 大人点点头 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吗 是这么说的 但是现在我交代不清楚了 我不敢说别的 你求您这么断的这事吧 大人点头抱紧的 这不叫事 你是个好的 你没有亏心 没干坏事 或是我陷你 那这银子拿一张纸来 有人给拿过一张纸来 大人提起笔来 刷着点点 写了这么几行字 把它叠好了 吩咐人把它封上 而且来说 还盖了一个棺印 盖完之后 告诉你把这个 带在身边 一路之上 不许拆看 回家之后 再打个桥 自然有你们的银子了 是我们这 谢您 这磕完头了 打这出来 归这好了一切 带着两口棺材 全家人 赶回陕西蓝田 一路上 无书 这一天 可到了家了 离着老远 就有人迎上来了 说天天等着 你们终于是回来了 我们这回来了 怎么两口棺材 别提了 大爷二爷都没了 凡是家里的亲戚都难过 都哭一半 这才回到了王家 老头老太太还在呢 一听说 哎哟 俩儿子都死到外头了 心里也难过 颤颤巍巍的迎出来 有人把棺材从车上运下来 挺好了 老头也哭 老太太也哭 家里边人 所有人都难过 都哭 哭吧 多时 大伙说别哭了 黄区路上 吴老少 这哭也不是 照顾好身体吧 都上屋里坐着来 说来说去 就说到银子这儿了 说这个二爷临死 托付大爷了 一千两银子 给老爷子老太太养老 还有三千两分成两份 一千五一份 给两位少爷是一人一份 其他银子可都带这儿 你看我们都带回来了 这是匣子里的银子 这是包袱里的 这首饰 完全都带 现如今 就是那几千两银子 没有数 大伙说那怎么办 不要紧的 我们来的时候 煽动巡抚大人 给他们写了一个纸条 说到家之后 打开一看就行了 那拿出来吧 这拿出来一瞧 上面还盖着棺印子 开了封 打里边拿出来 一看里边写着了 开棺建银 这银子在棺材里边了 大伙说可能吗 这个有可能 来吧 找着吧 哪口是二爷的棺材呢 这丁光五四撬开了一看 果不其然 棺材里边 装着这么三包银子 一包是一千的 那两包 一二是一千五 把银子取出来 大伙又哭一包 一个是哭二爷 临死之前有这份心 二一个是哭大爷 想得很周到 怕山高路远 这银子出了事 才想出这么一个主意来 银子藏在棺材里边 最感激的 就感激这位巡抚大人 怎么呢 当时也没说破 恐怕出事 写了这么一封信 打了一个哑语 所有人跪的地上 面朝山东方向磕头 愿大人恭候万代 是指日高升 打了一个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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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赞 点 Glen